你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的时候 跟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光听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己练完之后呢 第一个你们要干的事情 其实这个对大家都很有好处 你先把自己拍下来 你先拍下来 然后跟我对比一下 两个视频放在一起 自己看一看 你做的跟我做的有什么区别 肉眼能看见的 就浑身大扫描嘛 你看看你自己头在干嘛 我的头在干嘛 你的脖子在干嘛 我的脖子在干嘛 你的尖子干嘛 我的尖子干嘛 就从头扫描一遍 你就知道我们的区别了 就很简单从头扫描 肩脖子肩膀胸腰 屁股腿膝盖 脚在哪脚腕子在哪 人的高度蹲的有多低 身体屁股是往前撅的 还是往后撅的 躯干是垂直的 还是往前倾的往后倾的 这些容易吧 非常简单的公式 自己拍下来 先跟我对比一下 然后记忆力不好的 写下来有哪些问题 然后再去看我的讲解课 当你首先发现自己问题所在之后 你再去看我讲解课的时候 你的体会就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会学到很多 就是包括我自己有时候 我要85我要学这个东西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自己拍下来 我自己看下跟他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一个提高你们自己跳舞能力的一个方式 就你们知道观察 知道问题在哪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第一次对比完了之后 知道这个问题所在了 然后你再练一次 然后再给我发打卡 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是不是 学边舞 学跳舞 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 在这三个人家里 对比完了之后 你真美 我真的不理事 我在这三个人家里 看着我 两个人家里 好比ри 复适